在这次的视频中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些龙骨编辑工具 强体龙骨 横架龙骨 楼板龙骨 都可以使用这些编辑工具 在这里我们选择强体龙骨来做演示 首先在2D或3D界面下 我们都可以选择单根龙骨并移动其位置 移动后的龙骨位置会自动在另一个界面下更新 另外我们可以选中一个龙骨面板 点击鼠竿肉键 选择编辑部件来打开一个新的3D窗口 对该龙骨面板进行修改 在这个窗口里所进行的修改 会在2D和3D模型中自动在更新 这里可以修改的内容有很多 例如我们可以选中单根龙骨 移动其位置或修改其尺寸 需要注意的是当选中一根龙骨时 操作区域上方的菜单会自动切换至形材菜单 我们选择其中的双拖梁功能 在该功能的附加工具栏中 我们可以选择双拖梁为镜像分布或中心分布 我们也可以定义拖梁形材的开口朝向 如果需要也可以为其添加所需的公差 设定好后我们只需选择 想要添加双拖梁的位置即可完成添加 如果用户要修改龙骨上的连接 首先要切换至建模菜单下 打开街头工具 选择连接细节命令 需注意 连接库里的工具类型 会根据每个用户不同的定时内容而不同 这里我们选择锚钉和螺杆连接库 这个工具库里有几种连接工具 它们的使用方法都相同 例如双击锚钉连接 然后根据提示 依次选择U型导梁和所需连接的C型立柱 注意绿色的点即为连接点 选择完成后点击确认 便会弹出设置连接参数的对话框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每个连接所需的螺杆数目 也可以设置U型导梁和C型立柱顶端的距离等 在连接细节命令里 我们还可以找到为龙骨添加服务孔的工具 但是工具的具体类型和其所处的位置 会根据用户不同的定制内容而不同 这里我们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工具 这些工具可以在这里的青钢连接库内找到 第一种工具是区域工具 通过该类型的工具 我们可以绘制一条直线 使直线所经过的龙骨上都被添加所选择的孔洞 例如这里我们双击所选择的孔洞类型 选择龙骨面板并确认 之后绘制一条直线并确认 直线经过的龙骨上就被添加了孔洞 另外一种类型的工具 可以方便用户在单根龙骨上添加所需要的孔洞 其使用方法与具工具类似 但用户也可以同时选中多根同样类型的龙骨 然后为其同时添加位置相同的孔洞 如果要删除龙骨上的连接孔洞等特征 只需选中该特征后按键盘上的删除键 以上就是这次视频要介绍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